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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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些人说是否末世 是否世界末日 如果大家回到圣经 有时会问是否有敌基督出现 那时会问这个是 那个是 我自小 初初信主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这个是 那个是 那 究竟是什么 究竟是什么 知道又如何 不知道又如何 究竟 对我们应该有什么 信息和福音要传给人呢 今天我们很开心 吴孙凌博士 他会和我们讲一个主题 是 在敌基督 和中东 和以色列 现在的局势有什么关系 是没有想听的呢 所以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吴孙凌博士 各位影音士团的同工 各位朋友 我回来讲的是 讯息 特别是为了影音士团 因为影音的工作 我初初认识文辉的时候 影音士团只有两位同工 加上三个人 很多年前 我觉得他们做很多事很有意义 所以今次来的主题 我要讲敌基督 为什么这么多时间不讲 现在讲 就是因为2023年10月8日 以巴冲突或者以哈冲突之后 战争就不会停的 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我一会跟你说 什么时候会停 但是我发现了 我开始再读预言 旧约语言 我看到很多东西 我知道敌基督不是未出生 我知道敌基督是一个人 我也知道敌基督已经活在地上 但是他不知道他是敌基督 有很多科学家 只说话和意见 是没有意思的 我一定有图片 有人做卫星图 有事实 我只懂得说事实和逻辑 是这两件事 哇 神真的很厉害 本圣经里讲到 敌基督来的时候 世界政治局势 原来有讲的 是我们miss I miss it 但一方面我想到 魔鬼不会喜欢我 我讲这些题目 他专门围揽他 他专门来挑剔我 所以我未上飞机前 我也有个预兆 有些事情会发生 不知道什么 会不会航班取消 会不会转到其他地方 要不要环游地球才回来香港 I don't care Nothing change me 我要讲神的讯息 我神是高纳我要做这件事 我虽然是一个科学家 我也没有入过神学院 但是我对圣经很熟 而且我记忆非常之好 今天讲的是 敌基督来之前 究竟中东的局势 我想看一张照片 今天中东的局势 就是我们的好奇 究竟敌基督 因为去年10月8日 尾巴冲突开始 我知道局势不是这样 日日变的 这个世界国际的关系 没有永远的敌人 国与国之间 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当美国投鱼打日本的时候 有大敌人的日本人 跟中国同盟 现在反过来 我在美国居住 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美国总统 常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中国什么时候要打你 不明白 有很多事情不明白 将来就会明白了 发生的事 我知道教会被提了 我只是担心教会被提 敌基督出现 和我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 为什么敌基督 他不知道他是敌基督呢?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 他说我在三年半里 即大灾难前三年半 要杀光新信主的人 以至那七个人 第五个人 新信主的人被杀灵魂 在祭坛下求神伸冤 这个世界没有人 我要杀光新信主的人 也没有人这样想 后三年半 要杀光所有犹太人 你这样做 人家是用石头拼你 敌基督不知道他是敌基督的 要什么时候才知道他是敌基督呢? 当圣经说 撒但会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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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能够能够能够 给很多权兵 全世界都仰望他 谁能与这兽 敌基督是第一个兽 是海外来的兽 应该是外邦人 第二个兽是贾先知 那个就是内陆来的兽 那个可能就是犹太人 让撒但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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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无形中变成了 被撒但控制了 撒但要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前三年半的灾难 他与多人立盟约 圣经是这么说的 不讲战争 现在人们开始疲惫 为什么一定要打仗 他骑着白马 手拿着弓 职丢有声 但没有战 即是没有仗打 他只是立和约 和这个港和和那个港和 人们就欢迎他了 但在三年半中 他就暗地里杀那些 教会被提了 有两个见证人来 跟犹太人传福音 十二个支派 每个支派有一万二千人 十二支派有十四万四千 以色列的宣教士 他们个个都像保罗 拼命传福音 保罗在预言中说 在罗马书 他说 当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添满了 以后以色列 全家都得救 这是前三年半 和后三年半 何时才会这样做呢 当撒旦控制了敌基督 他就会这样做 他自己不知道 I believe 这个人活在地上 有些人说 希特拉是敌基督 不是敌基拉杀犹太人 他没有杀基督 他杀犹太人 他以为犹太人比他聪明 明天又说是哪个领袖 明天又说是Nexon 今天有人说是Bill基 Bill基有钱 你骂他做什么呢 他有钱是他的事 你没有钱是你的事 不是 要看圣经 这个人会跟多人立盟约 当撒旦能力量 他会跟以色列建造第三个圣殿 这个就是主要 以色列人很喜欢做圣殿 现在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 在哪里敬拜 在会堂那些叫Syn The God 在Syn The God 在Syn The God 里面敬拜神没有献祭 今天我们不需要献祭 主耶稣上了十字架 一次献祥 永远生下 所以主耶稣就是神的高药 就是这个意思 我担心不担心 教会何时给你看 谁是敌基督 你和我都不会知道 因为我们已经走了 神保护的教会 我们有福过在旧约里面做犹太人 做圣殿 做拉比 新约做圣殿 很宝贵 我们要宝贵 主耶稣爱我们 我们爱主 我想问一句 什么是爱主 你如何爱 是否这样 主要我爱你 这样的爱主 No 耶稣说 你们若爱我 就当遵守我的戒命 如何爱主 在我的生活里面 遵守祂的戒命 我们过一个圣结的生活 That's how you love the Lord Jesus 发生了几件事 有什么仪器 第一 敌基督会出来 我认为敌基督出来了 但是不知道祂是敌基督 为什么现在撒弹不能力 保罗说过 有个人拦阻他 保罗说过 等拦阻的被除去 他就得戏了 谁拦阻他 圣灵拦阻他 五旬节 圣灵降临的时候 耶路撒冷教会开始敬拜神 开始聚会 当教会被提之后 圣灵跟着走 那拦阻的就被除去 他就得戏了 魔鬼得戏 然后他就energize 敌基督 所以他做很多事 后来我们知道是anti Christ 他一出来 立很多和约 很多人立约 和以色列 guarantee以色列的safety 现在这个世界 没有人guarantee以色列safety 那是科学学会议奖 十几个 男女全民皆兵 每一个年轻男女 要收四年的军分 所以外面犹太人 回以色列保护国家 不用基本训练 不用的 they don't know what to do guarantee以色列 美国是否guarantee以色列 不 以前是帮助犹太人 但现在越来越来越 老布殊总统 George W.H. Bush 说过一句话 跟以色列说 Land for peace 你拿地出来 换和平 巴勒斯坦地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State of Israel 一个是State of Palestinian 意思是你当然不愿意 为什么不愿意呢? 因为现在很多人问 很多人同情 美国很多哈佛大学 同情巴勒斯坦 你杀了三万多人 在加沙地带 他杀了一千二百人 打仗有这样的规则吗? 打仗有这样的规则 你杀我一百个兵 我杀你一百个兵 就停手吗? 哪有这样的规则 谁认识的规则? 有这样的规则 那以色列要毁灭哈马斯 那些人不喜欢 现在是兇头物资 有很多东西 有没有人保证 以色列安全呢? 基督会 以色列就相信他 若我能够不担心 晚上发觉 不用在床边 枕头旁边 导致机关枪 M15 那些冲锋枪 是机关枪 是兇头 不用了 跟他们建立第三个圣殿 第三个圣殿 现在的流太人已经预备好了 预备什么呢? 我记得三十年前 影音社团做slideshow 有一个说话讲到蓝蝗牛 我记性很好 你不要得罪我 我记得 我永远记得 讲到蓝蝗牛 祭司服装的蓝色 是用蓝蝗牛出现的 我今天讲的是红蝗牛 Red Hiver 圣经有讲的 有些人渴望圣殿 不是今天的事 祭司服装 圣殿所用的用具 红蝗牛 要区备 他预备好了 消息指 2024年復活节 即是他们的预节开始 开始建造圣殿 在那个地方叫Temple Mount 那个地方叫Temple Mount 上面有个回教纸 你要拆掉回教纸 才建成殿 谁敢动 没有人敢动 你记得出来 我说得 很大权威 这个人满有credibility 这个人满有power 这个人在以色列书38章 他说的是Mega Mega Mega是一个prince 以色列文 Mega是一个prince 是一个王子 或是一个王 这个王肯定不是King Charles 还是英国的 因为他有royal duty 但他没有实权 瑞典的王去探索 扎兰斯基 他是代表性 他没有王权 他也是prime minister 总理有兵权 这个王子可能是一个dictator 亦可能是一个总统 第二点我要说 就是白拉河 有法拉大河 Uphratus River must be dried out to show the world's greatest plain 阿米吉多顿平原 Meguido 圣经讲得很清楚 Meguido 那平原大到 二万万东方珠王来的兵 都可以在那里打仗 你说的平原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大 这么大一个平原 只有中东有个地方 但现在我们说是湿的 因为有两条河在那里 那两条河就去到伊典园 伊典园在哪里? 伊典园在库威 创细地说 伊典园开始的时候 有四条河 但今天来说 两条河干了 还有两条 一条叫Tigris 一条叫Euphratus Tigris River就是以前 伊拉克的喉塞恩 那条河叫Tigris 那条没有干 但旁边那条叫Euphratus River 那条会干干 然后露出大平原 那现在是否会干呢? 我一会儿有很多人造卫星的相片给你们看 你说话要有证明 不只是说opinion 没有意思 只有两样东西是有效的 第一,圣经是这样的 第二,事实是这样的 读科学的人是这样的 这句我信一样不是容易的 我不是因为你信我就信 I don't do that 我要find out 究竟我小时候信耶稣 有没有被人骗我 I spend a lot of time 没有被人骗我 感谢神 Euphratus River 刚才流出全世界最大的平原 叫阿米吉多顿平原大自然 那是第六个碗 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 七个碗 七个锅、七个锅、七个锅 七个锅、七个锅 七个锅 第三,耶路撒冷有几道门 其中一个门叫东门 向东的 主耶稣升天 在哪里升天呢 在耶路撒冷的东门 出了耶路撒冷城外 有一个山叫做橄榄山 他在石里面 在石里面升天 然后天使说 他怎样升 将来降临时 在那里 因为他在那里降 就可以从东门直入耶路撒冷 但那里门封了 我一会儿有照片给你们看 不看科学证明 不看圣经说的东西 不算数 耶路撒冷的东门 现在打开了 mysteriously 拆了 本来是封陷 是回教徒封陷 不单是封陷 那里是东门 在东门城外 整个回教徒的墳墙 叫做不洁之物 现在通了 一会儿给你们看 第四点 以色列 犹太人都很想找他们的救主 但这个救主就不是耶稣基督 其实他们所谓救主 将来就是敌基督 耶稣说 敌基督一出来的时候 连选民也被他骗了 选民就是犹太人 神的选民 他骗了 以为 I can trust you You are the prince of peace 你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他不肯接受耶稣基督 你知不知为何他们不肯接受耶稣基督 因为他太窮了 在拿撒勒出来 爸爸是木匠 什么好东西 耶稣基督在一生里 33年半没有收过 formal education 但是他所谓的文士 法律赛人都不够他帮 不够他帮 因为他是神的 文素记第十九章 什么叫红武牛 不是公牛 只是武牛 这个武牛叫做 文素记第十九章第一节 耶稣基督 曉语摩西亚伦说 耶稣基督 命定法论中有一条律例 那是这样 你们要吩咐以示 令人把一只没有残疾 未曾负握 那只没有加我田 没有移动过 唇红的武牛 如何唇红呢 皮肤是红色的 如果你拖那只牛 那些内藏都是红色的 唇红武牛 不过绝肿 绝肿二千五百年 这五只武牛是Texas 美国的德萨斯州 有人养到五只牛 现在运到以色列 那红武牛要做什么呢 用来献制 献制for what 我们献制不是献制高羊 属罪高羊 献制lamb 红武牛用来献制 是为了结证大祭司 结证之后 他才可以进入智性所 如果你不见证 他会死 所以大祭司进入智性所 除了有一种特别的服装之外 他还有一条绳子 有一条绳子 有一条绳子 像大祭司在后面走 你以为是一只狗 一只狗 一只狗走 其实是大祭司 如果你不听到一条绳子 那条绳子 他会把尸体拉出来 他会把尸体拉出来 那条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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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武牛 是用来献制 为了大祭司 结证的大祭司 这样献制 圣殿的蓝图 有人画迹 画好 architect都画好 很漂亮的 圣殿 第一个圣殿 是所罗门王 用七年时间建 后来圣殿被拆毁 以色列人被奴 70年去到巴比伦 后来去到 以前叫巴比伦 什么时候叫伊朗 1953年改名叫伊朗 伊朗有位皇帝 叫沙王 The Shah of Iran 现在不是了 那些宗教人士 叫埃亚托拉 埃亚托拉 有了 拿了兵拳 圣殿蓝图 大祭司的服装 订了 以前的宗教人士 拍摄那个slideshow的时候 挺刺激的 当时未有powerpoint 用slideshow的蓝窩牛 It is true 蓝窩牛在地中海的死海 还有耶稣降临之后 在橄榄山 在橄榄山分裂了两半 这是在撒卡拉雅 圣经旧约 所以降临之后 山裂开 一边向北咸 一边向南咸 那些水流入死海 将来死海 现在死海没有活物 这么咸 你潜水落死海底 找些古迹 找不到 因为要用机械人才行 人得不到那么深 因为它是咸 比重很高 物度很高 你入不到 圣殿用的utensile 这些金杯 就是尼布甲尼撒王 在圣殿抢过的金杯 拿来喝酒 结果 他的孙叫Bashasha take over Nebuchadnezzar 尼布甲尼撒王 那个王位之后 被波斯的兵进去 这个城墙 30尺厚 怎麽工难 你不用想 他挖洞 现在我发现 巴勒斯特人挖洞 很厉害 地底进去 袈裟 原来地底 好像老鼠洞 Red Haifa ceremony will take place in Israel on the Passover 2024年的復活节 为何年年復活节不同 因为他的余节 有七个节旗 四个节旗是春天 三个节旗是秋天 他预表基督第一次降临 那四个节旗代表 预表基督第一次降临 后面的三个节旗 预表基督第二次降临 一早讲了 是人看不到的 我现在看圣经 看到很多东西 当时看不到 我想都是圣灵帮助我 不会这样想的 The street will be empty Celebration will be on the Temple Mount 这句哭场在祈祷 你看到什么是红武牛 红色的箭嘴指着红武牛 一个Ceremony 有几百人 四百的犹太人在哭场里 求神赐圣殿 他们没有了圣祭的礼仪 就像是失败了什么 有很多试图去建设三个圣灵 但是失败了 今次也不会成功 你可以开始 有很多阻力 不会成功 什么时候才成功呢 敌基督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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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出来呢 教起避体之后 圣灵跟着走 魔鬼就是energize 那个第一个寿 是人 有些人说 教会避体是会更快 你认为 我们的钱都没有用完 什么 你的钱都用得完 对吗 以神多次想尝试做圣殿 但不成功 Bible说 要敌基督出现 他去保证 那圣殿就建好了 什么时候呢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 你认为 敌基督的人已经活在地上 红母牛又准备了 所有东西都准备了 这个圣殿的蓝图了 他已经开始在2023年 10月12日 以色列开始practice 即是去年 10月8日之后 四天就开始practice 因为耳疤衝突 是一个 demarkation 是一个 turning point 我想的事情是不同的 我再看《弹议理书》 原来圣殿已经说了 我认为世界的政治局势 我不是做前事分析 我不是做前事分析 因为我不是神 我完全不知道 只有神才是全知 我们知道的就是看新闻 看画报 看哪个台 你又知道一部分 我又知道一部分 We don't see the whole picture 是要等神自己去安排 我们只可以observe 以色列的总理 纳坦亚浩 Benjamin 希伯来文 Benjamin 即便雅文 Benjamin 纳坦亚浩 台湾人叫他 纳坦亚浩 纳坦亚浩 在英国上讲 Abraham Accord 他解释 我们不能跟巴勒斯坦讲和 整个巴勒斯坦州 现在世界的人各个有很多意见 They don't know the Bible They don't know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就给意见 特别是美国 美国有一个最擅长的 They give you the answer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他先给答案你 但他根本不明白问题在哪里 这个就是根据貼撒罗里卡书 第五章第三节 For when they say peace and safety The sudden destruction comes upon them 立刻 不能往平 下面那里是high speed rail to bring pilgrims 很多科技进展 有高铁等等 由沙特阿拉伯去到 其实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都很友善 在沙特阿拉伯有一个圣殿子给犹太人敬拜 亦有教会 一个礼拜堂给基督徒敬拜 很多宗教在那里都有些活动 这是圣殿的蓝图 第一个圣殿就破坏了 破坏了 所罗巴伯 那时候秘魯70年之后回京 维修圣殿 所罗门皇做圣殿用了七年 他们维修圣殿用了四十九年 为何如此有趣 因为他们不同心 撒旦阻弱了 撒旦最喜欢同工 一起同工服侍人 你不要同心 那就浪费时间了 拳打空气 很多教会就是这样失败 特别是美国的教会 有个教会自己失败 卖给第二个教会 一元鸡 整个地卖给他 为何你会不兴奉皇 因为他不同心 因为不同心 只是维修圣殿用了四十九年 之后第二个圣殿就是希律王 知耶稣基督出生 那个已经很久之后 七八八年之后 就是希律王 希律王是一个architect He was a good one 用很多奴民商财 在山顶上 Helodian rock 他做的砖头 每一架砖头 二十吨重 在山上是希律王的皇宫 那时没有电 没有车 那怎样拉上去 你说怎样拉上去 人和牛拉上去 奴役多少人 做一个游泳池 但上面没有水 那游泳池需要用太多水 水给他来 穿着桶 第二个圣殿 就是耶稣基督在圣殿 圣殿在主后七十年 被罗马大将军提多毁灭了 一架砖头不踏在另一架砖头上 现在的圣殿 圣殿在圣殿上 那是Doom of the Rock 要等敌基督很快出来 因为犹太人想修正的圣殿 The First Temple 所罗马王在主前五百六十年 被巴比伦尼布格尼撒王 Nebuchadnezzar毁坏了 抢了金杯回去 第二个圣殿 就是希律王 King Herod 第二个圣殿也挺漂亮的 但是主后七十年 就被烧毁了 第二天 这里有两条河 Tigris 左边的河 这是伊拉克 Beghdad 本来是四条河 但两条河干了 现在只剩下两条大河 第二条是Euphrates 右法拉大河 但圣经叫巴拉大河 这条大河会干的 为什么 我们看启示录第十六章 十二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白拉大河上 这是后三年半 前三年半是七个印和七个号 后三年半是七个碗 第六位天使 即是第六个碗 好后三年半是八年半 亚马加特迪远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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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打 那些是英国的 联书里斯基书说得清楚 在俄国 土耳其 敌利亚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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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破产 要卖土 埃及 要向埃及買地,預備起軍事基地 南、北、土耳其在以色列的北部 埃及以色列南部 兩邊建設很多軍備東西,來夾攻以色列 It's happening now 第六位天使八島在泰克拉大河上 河水就乾尿及那從日出之地 所來的縱旺預備道路 我欣見三個烏尾的靈,好象青花和龍口,壽口並假仙芝 撒旦有三個東西,自己就是龍 他做一個假仙芝,做一個敵基督 他要學神的三位一體,沒有可能 沒有東西是三位一體,除了我們的真神 自由永遠的神是三位一體之外 沒有可能你怎麼學 三個東西不等於三位一體,不是一體 三位三體最多 他們本是鬼魔的靈,私人歧視,出去到普天那縱皇那裏 叫他們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爭戰 三個鬼魔一邊叫諸王聚集在一起 希伯來話叫做阿瑪基頓 北基督的地方,這條河要乾 說是這麼說,這條河有沒有乾? 左邊的屋圖,這兩條河的上游是敘利亞和土耳其 因為Global warming,少雨量 那條河的水,不要流到下面那裏 我們捉水壩來雜訓 他們在捉水壩來雜訓 雨量降少,降少了 左邊的屋圖 Millions of people in Turkey and Syria Rely on that Tigris, Euphrates system 很多水啊 是不是很多水啊? However, becoming increasingly apparent The Euphrates is drying out 開始乾了 這是因為天災一部份 人為一個捉水壩,人為一部份 天災不下雨,河水乾淮 我們看啟事錄第九章,十四到十六節 吩咐吹奪的第六位天使說 把菌綁在白拉大 白拉就是Euphrates River的四個使者釋放 原來有四個天使,四個邪靈 安排在Euphrates River四面,四個角落 四個使者就被釋放,他們如是預備好了 得到某年某月某時要殺三分之一的人 馬君有二萬萬,是東方的王 我不知哪個國家,東方有很多國家 除了中國,還有印度,還有日本,還有南韓,還有北韓 馬君有二萬萬,他們的數目我聽見了 這四個天使會令到白拉大河乾淮加速 一聲就乾淨了,這麼厲害 上面的圖圖 The future of Euphrates River in Syria 本來那裡有很多濕的河流,那裡很闊的 有一個河流很闊的 我一會兒有一個人造衛星圖給你們看 在University of Arizona,美國的大學 專門研究那兩條河的乾淮,原來乾淨是這樣的 土耳其和敘利亞會捉水壩,漏掉水 乾淨是這樣的 在這裏看那兩條河 你看那條河的上日是土耳其和敘利亞 如果土耳其和敘利亞都捉水壩 那條河就會乾淨,只有一條 白拉大河,Euphrates 這就是University of Arizona的研究 拍兩幅相片 上面那幅是2020年5月 下面那幅是2021年5月 2020年到2021年差一年 乾淨了多少? 乾了60% 還未乾淨 等到後三年半 四個試者被釋放,都乾了 乾了一些冰 下面那幅,現在看 你看乾淨了多少 有圖片,不能播放 有兩樣東西不能播放 第一,聖經是這樣說 第二,科學是這樣說 也不能播放 第三點 東門 你看上面那幅圖 東門是怎樣的? 耶路撒冷的東門被封陷了 下面有個回教的墳墻 不潔之地 對以色列人說的是不潔之地 看看以色列人的書 以色列人44章12節 因此在尼未人曾在偶像前 事後者 問,成了者以色列人罪孽的半腳石 所以我向他們起誓 他們必擔當自己的罪孽 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他們不可親近我 給我共祭司的職份 有不可靠近我一件聖物 就是智聖的物 他們要擔當自己的羞辱和幸所憎的事的報應 耶穌基督從橄欖山下來 向東門進入耶路撒冷 封了 那怎能進入呢? 封得很陷 開了 夢幻地 東門被封了 以及胡椒墳場已經離開了很多地方 這是最近影的 The East Gate of Jerusalem, known as the Golden Gate 金門 是封了16世紀 封了,現在開了 墳場也離開了很多 我找不到何時開的 不知道是誰開的 神奇地 不知的原因打通了 耶穌基督是否第二次降臨會很快呢? 答案在你的腦裏 最後一點 猶太人要找他自己的Messiah They are looking 有人認為 纳坦、Yahu hold the key for the Messiah 他開始找了 他就reject耶穌基督 因為耶穌基督在地上時太窮了 他們不尊重他 哪有好人 哪有好人出的? 哪有好人出的? 耶穌基督自己的brother and sister 圣经说 耶穌基督的brother and sister 不尊重他 我们的爸爸 是弱室 你爸爸是誰? 问妈妈 妈说他不知道 妈妈说他是生灵怀孕 不信了 耶穌基督的弟弟有四个弟弟 起码有两个妹妹 圣经有四个儿子 但没有说几个女儿 那些是halfbrother 他小小就藐视耶稣 一个人是没有人尊重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被人藐视 我们也不尊重他 33年过这样的生活 在两港的老祖死了 那些人就自杀跳楼 什么都可以了 他们两个弟弟何时开始信耶稣 信耶稣是神的义子 原来他爸爸是天父 什么时候信 福活之后才信 福活之后才信 福活之后他信 原来你的父亲是天父 真是真是 妈妈说得对 从圣灵怀孕 两个弟弟都很好 写了两本新约圣经 一本是犹大书 耶稣基督的brother 不是家略人犹大 另外是James 亚国书 亚国书不是门徒亚国写的 耶稣基督的弟弟 那时知道耶稣 真的是神的独生之 约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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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控制的时候 我找了一个救世主 叫做 脱离罗马政府的空恶 所以耶稣基督时 有些反对党 叫做奋裔党 其中一个门徒叫做西门 奋裔党的西门 就是预备 脱离罗马政府的控制 他主要是平安 I just want peace Can we sleep well? 是这样 是这样的 将来敌基督 就会是他们的Messiah The Jewish Messiah But we don't know who he will be 不是这个 就是一幅图给你看看 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Antichrist 其实我通了水给你们 我自从看见诞意理书第七章 《尼布甲尼撒黄所发的梦》 是弹意理书第二章 弹意理书自己发的梦 应该是放在弹意理书第三章 隔了几年而已 但为什么放在第七章呢 我看一看 哇大哥 I miss a lot of things 主题主要的经文 就是弹意理书第七章 讲得很清楚 让我们看世界政治局势 在迪基督来的时候 哇 我不能不跪在地上的神下 多谢你 多谢圣灵启示 我自己一会知道是没用的 你想很多人知道 给影音士团一定可以的 影音士团很忠心 为主工作很忠心 第四个手法 但以你所发的梦第四个手法 有七头十个角 七头十个是代表新罗马帝国 尼布甲尼撒黄所发的梦 用十只脚子半帖半离 那个旧罗马帝国 我们仍然活在旧罗马帝国 十只脚子的时代 但以你所发的梦 原来神向他显示很多东西 这个代表新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在哪里 欧洲 新罗马帝国在哪里 欧洲加上美国 因为美国是欧洲的现族 美国是欧洲的现族 你不单是说欧洲 现在要加上美国 因为那个才叫新罗马帝国 这么凡胜 这么强劲 一定要加上美国 这个小角是一个王 是有实权的王 这个是敌基督 当撒旦能力量时 权兵给了他 另一个就是 第二个手法 这个是假先知 这是犹太人 好像羊有羊羹 一只角 但说话像龙 圣经说的 那个犹太人的利创压 来到的是什么 第一 他做一个religious leader 第二 他应该是一个犹太人 from the descendant of king David it will be king to lead Israel he will build the temple of God 创世纪第四章 9章第十节 归必离犹大 将必离他两脚之间 直等到世罗 就是似平安者 来到万民都必须服 这个就是 Jewish Messiah But he is really the Antichrist Antichrist highly intelligent 什么都有答案 说话很厉害 他有口说夸大的话 他是不法之子 他要迷惑神的圣民 God's elect 神的选民 选民 不只是犹太人 我相信新约的基督徒 教会 都是神的选民 他会骗到教会 骗到以色列 骗到教会 所以基督教会 他会拥护他的 Without knowledge 将来的事 Ability to handle a wide range of subject 他有口说夸大的话 但以理书 第七章第八章 我观看者觉 但以理书的法梦 第七章 我观看者觉 刚才那个新罗马帝国 其中讲的一个小觉 那个就是敌基督 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者 各前连根被他拔出来 借过有眼 像人的眼 即是 凡是说有眼 He knows a lot He understand 所以英文 I understand 又叫做I see 有眼 有眼你就 understand 像人的眼 有口说夸大的 保罗书信 贴纱罗尼加后书第二章 第三章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 保罗说的 你们总不如避他以后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来到反交的事 并有那罪人 敌基督是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 显露出来 他是抵挡主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我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圣殿里 自称神 敌基督不会坐在圣殿里面 是龙会坐在圣殿里面 因为敌基督已经under龙的控制了 因为建了圣殿 魔鬼自己想坐进去 受所有的人 所有的天使去敬拜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把这诗诗告到你们 你们不记得 现在你们也知道 拦阻他的事什么 拦阻他的就是圣灵 是叫他到了的时候 才可以显露 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 这叫圣灵 圣灵在住的时候 敌基督不出得来 因为撒旦 不可以energize 基督 圣灵还在这里 最大的罪我们见不到的 现在 圣灵走了 我也见不到 你也见不到 教会被提 你一定有份的 I hope when will the holy spirit leave the earth the rapture of the church 这个是撒旦来的 又去圣殿 他又去智圣所 I am God 我初时以为 Lucifer在以色列书和以色列书第24章 说到他有三个我要升高 第三个升高 我要与智高者同等 不是的 It's more than that I want to take the place of God 所以要所有的天使敬拜我 要所有的人去敬拜我 That's what魔鬼 wants The third temple Build for the Jews and play God himself 这个敌基督是怎样的 案件受的七头 有一个头似乎受你 死伤了死伤了 他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轻其 跟从那受的 这个是敌基督 又拜那龙这个魔鬼 因为他将自己的权兵吸了兽 撒旦将他的权兵给了敌基督 也拜受署 谁能给这兽 谁能与他交战 又此够他绝夸大 蝕俗华的口 又有权兵刺及他 可以任意而行 三年半 三年半不是symbolic 我看到不是symbolic 是real exactly三年半 因为圣经用三个方法 来说三年半 第一 三年半 第二 一载二载半载 第三 四十二个月 第四 1260日 是exactly三年半 不是symbolic 是real real number 受到开口向神说 舍俗的话 舍俗神的名 并他的将目以求 那时 住在天上的 又任凭他与圣徒增转 那圣徒就是灾难其中信主的人 不是教会 并且得圣 有把权兵刺给他 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 凡主在地属的 明治都从创始以来 没有记载被失 在羊羊生命的策上 都要教他 非基督徒 生命策没有他的名字 都要去敬拜他 将来如何进入地狱 当然 主耶稣来的时候 He is the real messiah When Jesus comes again 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救主 他是全世界人的救主 The messiahof all 最后John Seilida 圣灵向中靠去说 上看一下一句话 When will church rapture occasionally ORD 子亚不知道 之后辅知 我们看这些迹象 你心里有数 神爱我们,祂很想把祂知道的东西告诉我们 但不像金庸写小说一路说下去,你要找 圣经是隐藏的,寻找的寻见,寇门的开门 你无心找,祂不会让你看 你要追求,神我渴望你的话语 我要爱你,但怎样爱你,这就是问题 耶稣说,烦爱我的,遵守我的界命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 我们为未信主的人 主耶稣羊圈之外还有羊 这个是温慧耀博士说的 我不会take credit,that's what he said 我们为了很多未信主的人 希望他们不要经过大灼烂 大灼烂有很多人信主,因为灾难 前三年半有很多人信主 特别是外邦人 外邦人信主的数目添满了 前三年半 最好现在被提之前信主 我们低头祈祷,好吗? 天父,我们感谢祢恩典 因为圣经给我们有很完全的描写 你是在一个隐藏的,要我们追求你 你才跟我们讲解 神,我们愿意爱你更深,愿意更加侍奉你 在一个限制的日子里面 在我们短暂的人生里面 我们如何去敬拜你,如何去遵从你的话 因此我们要多谢你 求你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心 影音使团的使命是向普世人讲圣经,讲福音 天父,我们多谢你在地上设立一个这样的机构 是很少人能够做得到 因此我们个人的力量很少 但是经过科技,经过AI 你的救恩可以传出更快,更准,更精 天父,我们多谢你 我们多谢你给我们幻活在地上 明白这麽多的信息 他们继续带领以后的路程 带领所有影音使团的同工 都能够同心同意 庆祝福音 我这样祈祷感恩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命来祈求 Amen